知道你这么多年受苦了也不容易 我伤心 故事发生在蒲阳市 现场痛哭的这名男士名叫张友津 那么他遇到什么男士了呢 为什么会如此的伤心难过呢 这一切还要从他的二女儿张青的求助说起 他跟我妈的一些矛盾问题 他们两个现在都是处于 就是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但是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然后我妈做饭嘛他也不吃 我爸就自己出去吃点 我爸的工资啊什么的也不够我妈 张青说他的父亲张友津和母亲张秀婷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现在闹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全家人的正常生活 那么老两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虽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吧 两个人一直分居 他得照顾住 张青告诉调解员 父母只有他和姐姐两个女儿 并且他们姐妹俩也都各自成家 按理说父母也没有什么负担 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好好享受生活 可是没想到 现在两个人却到了分居的地步 张友津和老伴张秀婷两人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隔阂呢 随起调权跟随姐妹两人 一起来到了家里 见到了他们的父母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张友津直言不讳地承认了 他和妻子之间确实出了问题 并表示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跟言 就是因为钱 听到父亲这样的说法 二女儿张青有话要说 二女儿张青说 父母关系自结婚以来一直都不融洽 今年三月份 一场家庭大战 让一家人关系彻底闹翻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张友津说 老伴生病 他并没有不管不问 住院当天晚上 他都把住院废交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二女儿一进门 也不问青红皂白 就开始指责自己 晚上老晚了 我姐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住院了 就急诊 她头晕得厉害 我说那赶紧住院呀 医生说 现在要不然就搬上住院 我了解的情况是 我爸搬上住院 然后我皮比较急 我承认 我第二天 我就赶紧开车来了 来到这 中午那会儿 一进门 我承认我皮不好 就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妈住院 确实这种态度 我承认 过来以后 就要动手揍我 我妈就来到中间 就真因为打起来的 她不是找一个变吗 她一抓我头发 就这样打起来的 就接下来就是 她不给钱 你不给做饭了 她不给钱 我给她做饭吗 从我来到现在 你作为闺女来说 没有真正把她当爹看 你们作为闺女 两面夫子一面砍 完全站在妈妈的角度上 其实你们在 他们夫妻关系当中 你们已经做了法官了 妈妈是对的 爸爸是不对的 我妈可怜 我跟我妈亲 什么事都是我爸做的不对 我跟你这样说 你来反思一下 是不是 咱是作为孩子 父母是在上面的 你们是在下面 通过今天咱这个调节来 感觉到就是你的 有时候心也不赖 但是有时候话太糙 有时候情绪太激动 闺女就放你 也是卖家伙脾气 一点就着 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多包容 同时呢 你从自身做起 多改变一下 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 语气缓和一点 然后就是态度好一点 咱慢慢慢慢 把这个家庭关系给搞好 闺女一夜 那么大了 是不是 跟闺女揪着头发打 你想想那真没有当爹的样子